今天来聊一下这个RAD Rate RAD Diversified Rate 它的一个超长赎回期的解释 一开始这个问题我也没搞清楚 我是咨询了他们的客服 他们的客服在多次邮件沟通之后 我才搞明白了 今天我把我搞明白的事情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们这里用举例来表 来解释这个事情 假设你在2021年 2月份3月份或者5月份6月份 投入去购买了这个RAD Rate 那么你买了之后呢 你7月份8月份9月份10月份 是不能够赎回的 就是说买了之后是不能卖出的 不能卖出 也现在不能买不能买 到了第二年的1月份也不能卖 因为它必须要满一年 满了一年之后才能卖出 那么到了到了这个3月份 5月份6月份 这个时候到7月份8月份 这个时候满一年了 这个时候可以卖出了 满一年 可以卖出 这时候就可以卖了 那么这个时候卖 它怎么卖法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官方解释 官方解释是讲 每年的1月份和7月份 可以申请赎回 单次赎回比例 不能超过投资的25% 我觉得最多能卖1分之1 比如说满一年 我们在这个8月份这里满一年了 可以卖了 可以卖多少呢 可以卖这个25% 假设现在是满一年了 那么现在是什么时候呢 现在是2022年的9月18日 是9月份 9月份 那么在这个时候可以卖吗 还是不能卖 为什么不能卖呢 大家讲每年的1月份和7月份 可以申请 因此在这个时候是不能申请的 不能申请赎回 这时候是不能申请赎回的 这也不能申请 一直到什么 到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你看 1月和7月 这个时候也不能 要到2023年的 这个1月份 可以申请赎回 这个时候才可以申请赎回 到2023年的1月份申请赎回 好 那么假设在这个时候 可以申请的时候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进行申请赎回 好 说个记号 假设我们在这里申请赎回 说个颜色 申请赎回 申请赎回可以赎回多少呢 25% 也就是说你前面这些投资的 可以申请赎回 一个25% 可以申请赎回 25% 可以申请赎回 25% 好 那么这个赎回 是不是现在就可以马上拿到钱了呢 不是的 你这个时候提出申请 申请了之后 它还有一个锁定期是半年 就是申请了之后 你这个时候是拿不到钱的 你要再等半年 就是等到7月份 才可拿钱 才可以拿到钱 要到这个时候才可以拿到钱 那么我要做个红颜色 好 那么这个时候才可拿钱 那个钱可以拿多少呢 是不是就是 是不是7月份的时候的这个价格的25%呢 好 那么我们这里知道 它这个锐的R.A.D. 它这个价格 照它所讲是一直在涨的 一直在 一直涨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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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都在涨 每年都在涨 好 那么这个时候7月份 你拿到的钱 是不是7月份的价格的25% 乘以25%再乘以价格 不对 不对 啊 什么时候呢 这个时候 我们要 拿钱拿多少呢 我们这里做个 做做一个算数 我们再做一个算数 等一下 这个东西很复杂 这个东西很复杂 好 拿钱 好 等于是说 拿到的钱等于 投资额 这个 初始投资额 就是你初始 投资额 25% 这是最多 最多能拿 最多能拿到的钱 投资额25% 对吧 然后乘以什么呢 它因为投资份额 因为它这个东西都转成一个份额了 就像基金一样的 你这个时候投的 两月份 三月份 投的 比如说这个投了100份 这个投了200份 这个投了300份 一份一份的 你这个投资份额的25% 在乘以什么 乘以什么 乘以什么 乘以这个 2023年1月10的价钱 这个时候看清楚了 我把这个 有点长 等一下 把这个有点长 我把它弄 好 把这个字写不下了 因为 好 拿到的钱等于多少呢 投资份额的25% 这个乘好 乘以 等一下 乘以 乘以2023年1月10的价钱 就是说你申请的时候的价钱 现在比如说 是7月份 对吧 那你1月份是申请 但是现在7月份的价钱 比1月份肯定又涨了 又涨了 但是不行 你只能按照1月份的价钱算 好 那么1月份就算按照1月份的价钱算 那么是不是就是可以了 不是的 还不是 我们看啊 他说 两年内输回是有效输回价的96% 就是说 1月份的价钱 等一下 才要再打个 0.96 还乘以0.96 就是96% 我们或者就讲 这个是 乘以0.96%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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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你这个价钱 这个是你真正的时候 赎回的价钱 是这个蓝色的 2023 你1月份时候的价钱 你等几个月 这个我不知道 理论上是这个时候可以拿 到底是不是 马上就拿到这个 他们当中有个操作 操作有多长时间 这个不知道啊 就是说你看 你看 那么从你最初的头路 到你这个拿到钱 当中隔了 已经隔了两年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你到了第三年才拿到的啊 我们从这个 例子这个 实践来讲就是这样的啊 就是这么回事 那么这个时候 你才拿到的是 一个25%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那么你还剩下25%呢 那么你再到 24年 你可以 还有25%怎么拿呢 你可以到 你看 我们看这里啊 它是1月份和7月份可以剩钱 那么你在 你在7月份拿钱的时候 你同时 你同时 再去做一个申请 这时候是7月份吗 同时 是不是能够允许 我不知道啊 反正根据它的客服的解释 是同时申请 四年 就是下一年 2024年的1月 赎回 同时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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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申请赎回 那么这个时候的赎回呢 是四年一月拿钱 四年一月再拿钱 好 这时候再去申请 那么到了 到了 到了这个时候呢 好 那么你在这个时候又可以拿到 好 理论上啊 如果如果它一切都正常的话 又可以拿到百分之十五 对吧 好 那么我们这里再把这个 我把这个字把它 好一点 看不清楚 好 那么这个时候才可能 这个时候拿到的钱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拿到的钱是2023年的7月份时候的价钱 然后再乘以是0.96吗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啊 两年以内是96 啊 我们看两年以内 就是那么现在这个时候应该两到三年是97啊 就是0乘以0.97啊 这个时候的价钱应该再乘0.97啊 对吧 那么这个字又是拿到了25% 这是第二个25% 然后这个时候我再申请 我再申请同时再申请书回 这个时候申请书回是申请的7月份啊 应该是同年7月份 我再申请书回申请书回申请到7月份再拿钱 那么这个时候再给你拿钱啊 再来一下啊 好 等一下啊 好这个时候又拿到 才给你拿钱这个时候 拿钱的也是25%啊 应该是2到3 应该还是99999997啊 0.97 这个时候拿到的钱是什么价格呢 是这个时候拿到的钱是2024年的时候的 2024年的时候的1月份的价钱 对吧 啊 所以他他他算价钱只能算6个月之前的价钱啊 然后这个时候同时我再申请 同时再申请书回 这个时候申请的书回是要到 4年的1月份再拿钱 就是到2025年才拿钱 好 那么这个时候又可拿钱 我们再来算一下方向 好 那么这个时候 就不要再申请了 因为你所有的钱都拿光了 好 0 那个时候应该是0.8了吧 98 0.98 如果我对客服的解释的理解没错的话 那么应该是这样啊 也就是说你2021年投的 你要到2025年才能把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总共拿四次钱 每次拿25%每次拿四分之一 总共要到2025年才能把这个钱拿回来 所以你看这个投资周期就是12345 123 12345 5年相当于5年啊 满打满算 就差不多这样5年 第5年才能把钱拿回来 21年投资了到25年才能把钱拿回来 而且每次拿钱吧 他因为如果他是一直在涨的 你每次拿钱只能拿之前六个月之前的那个比较低的价格 所以那能感觉是很不划算很不划算 从这个你这个拿钱的时候你怎么能算之前的价格 当然他就这么算了 我不知道这是美国所有的房地产rate都是这么操作的 都是这样子的吗 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是这样操作的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美国所有的房地产都是这样的 如果都是这样那可能就是一种惯例吧 如果只有只有这个ID也是这样 那我也没没话说 反正你自愿的嘛 你自愿投资这个风险自担 他这个就这个规矩 你要玩别人的游戏就得守别人的规矩 规矩是别人定的 你想玩就是这么个规矩 你不想玩就拉倒 你已经投了 那么只能遵守这个规矩 这是我对这个客服的理解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我们这里客服的这个讲的是 你看他讲是不是一月和七月 每次不能超过25%对吧 然后当然了他这里还有一个一些什么 什么分红啊什么的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分红 反正总的来讲基本上就是这个啊 如果你觉得我理解错了 你可以去官方你去官方发邮件 你就问他这个这是官方的邮件 我这些信息也是问询官方 向官方客服问询得到他们给我的解释啊 一开始买的时候他们没有说这些事情 后来我是起初赎回了 他才说哎呀现在不能赎回 我们的规定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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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讲一大堆规定 那么我是根据他的规定 那么做了这么一个表格啊 这是讲了我这个自己的这个理解啊 我把这个表格放大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样子这个全 这个屏幕这样全了啊 屏幕全了啊 好今天就讲这些吧 如果你也对这个ID 这个投资感兴趣 欢迎你跟我交流啊 欢迎大家跟我交流啊 欢迎交流呢可以用微信啊 我的微信号呢是这个啊 我把微信号打一下 B-R-N-G-J-I-W 我的微信号啊 欢迎大家跟我交流啊 呃我如果有讲的不对的地方啊 欢迎大家批评 欢迎大家批评啊 这时候这是我的微信 欢迎大家批评交流啊 这个都没错 反正真理嘛 越辨越明 我也可能理解错 因为我也是根据官方客服的解释 呃才这么这么一个理解啊 如果我讲不对 欢迎大家多交流 好吧今天就聊这些 拜拜 拜拜